財政局去叫副總統要收穩 這個離譜了啦 這個事情如果不是侯友宜下令 下令就很嚴重了 就是下面的人揣摩上意 互主心切 財政局淪為侯友宜進辦的打手 簡單就這樣子 第一個 你要去丈量 你不必要去發這個新聞稿 然後把賴清德考試一下 說你這個要守法等等等等 你等於指名是賴清德不守法 第二個你為什麼要發採通 那個地方那麼偏遠 那個一般人不可能經過 路邊經過 說我在大馬路旁邊 我在丈量 剛好有記者經過 罷了 那個是山路 那個還有人去會迷路的地方 就是故意讓這個新聞弄出來 那我不需要講 新北市的局處首長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你還記得之前的地證局局長汪李國說什麼 他說蠻友賴清德這個老家 幽靈房屋 幽靈房屋 然後他們的這個公務局局長 祝惠美 不是在拍個什麼 Google的地圖嗎 說這個 戴清德老家有改變 有變動 證明什麼 那個老家不是 不是就地重建 是新建的 這個李正浩不是去踢爆說 所以說蠻友賴他在那個他女兒的幼育公司 在新莊的房子 新北市的城鄉局局長 黃國鋒也站出來批評 說說這個這個李正浩 那個時候跟你亂講了 叫你來跟我們這個來我們這個城鄉局上上課 你都不懂 甚至要控告李正浩 所以這些局處首長一個一個跳出來 從地震局 從城鄉局 從這個公務局 到今天財政局 四個局 全部跳出來 幹嘛 為了選舉 為了幫侯友宜的選擇 故意打蠻清德的這個老宅 今天再次出手 他們想要轉移大家的焦點 大家對於凱旋院的焦點 來我要補充一下 其實公務員要做這個事情是 沒有長官和指示不去做 為什麼 第一 那個地方很偏遠 你如果說有通知出過 人沒有回應什麼 你絕對不可能 我就自己開車開 半小時到那裡不可能 一般的問說 地方的李長說 因為他剛過的區長去問 李長說你去了解一下 那個聯絡不到當事人 你給李長了解一下 我們當時要做什麼 因為 稅圈積證也好 門牌也好 副證也好 都是這樣 譬如說我們台中 你不可能說 我要走去離山 要查一個案 我發個案 那我那天我就全天走過 不可能 你會叫區長去問一下 派出所有問一下 你很可能撲空嘛 路那麼遠 大家這麼不可能 這第一個不可能 第二個不可能是 我公務員去那裡做這個事情 為什麼有人在那裡拍照 攝影全程 不管你是找記者 還是自己攝影出去給媒體 這是第二個不可能 所以我說這個看起來 完全就是 絕對是 所以我說市政府今天所有這件事情都是作假作秀 就是一個嚴重的作秀 好問題來的作秀 如果我們只是這樣罵 是這個 這個狗廢火車 我是建議台北市議員就是要求調內部公文 他今天出去他要出去這件事情要請公假公差有沒有請這個單 單的理由寫什麼 第二個是不是局處走長下的命令是誰簽的 第三個我覺得我是建議來辦 我就直接到監察院去檢舉 監察 監察院就直接把公務員叫來問 公務員是這樣 他自己會留證據 沒有 這個長官叫我做的 就能夠證明就是侯友宜的新北市政府 這樣就是比競選總部還要可惡 監察院我不好意思 我請教你 大家看影片 因為他今天說 這個賴清德那邊不守法 講好了要去 意思是說他拒絕開門意思嗎 說不下去嗎 不配合 既然要開門才能夠去量 為什麼他們在外面量 那個叫裝模作樣 還在那邊拿一個東西 一直量在量什麼 他說量裡面有沒有鋼筋 那這跟稅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覺得我們 我們家的這個小的那個房屋稅 也沒有來我們家丈量過 難道大家都有去被丈量 才能夠繳稅嗎 就我覺得真的是眼太大了 然後趁這個時候 就是在轉移焦點 我真的必須要講 這樣的做法 手法真的非常粗糙 有點像社局栽贓 對 然後就是故意 你看你看你不開門 你看我們都到這邊來了 你不開門是你賴清德 這樣賦予完抗 感覺是在 然後他要轉移的焦點 就是他那個過去的大群館 現在的凱旋苑 你有繳房屋稅對不對 我告訴你 大群館整棟樓不用繳 因為他每一個都小於五十坪五坪 所以他分成那麼多 我就簡單講 大家你去看 隨便舉一個飯店 你去問喜來登飯店 你說你願不願意把你的房間 這麼多房間房客 你都切割成不同的門牌號 哪一個飯店不願意 當然願意 我就不用繳那麼多稅了 我覺得這個監察員長 大群館當初為什麼可以分割成 九十九個門牌號 這個是當初的公務員要講清楚 我現在我就這樣 大家就比照辦理 現在你不管台北市 新八市 你如果去問說我家有 我家有套天的 拜託我不要每個房間的門牌 一層給我一個門牌就好 我房屋稅這樣就多喔 如果可以 如果說公務員不可以就說 哇 你們好友他也這樣 對不對 這樣子就好了 我說實在啦 今天剛才看到郭雅惠是說 他們是說 賴清德已經委任給代書跟律師了 OK 那你通知他要去葬梁 你一定會先卡電話 說我們有約好喔 當時我們要去幾點喔 對不對 請問 他說他有通知嗎 他沒有通知他去 然後代書跟律師沒有去 那他們不是白跑一趟嗎 那你現在沒有通知 然後去說他們沒有配合 這不是突襲嗎 對 其實一通電話就可以了 不是嗎 代書跟 所謂代書 叫做地政事跟律師 他們上面都有電話嘛 你只要卡一通就 而且那個地方不是很難找 四叉貓 還有秋玉 他們都找不到對不對 所以呢 既然今天要走這座路 你就卡一通電話 你當然也不希望沒有人在家啊 是啊 所以你的目的不是為了要葬梁嗎 通雄黃金稅認定百分之九十九九 沒有人會讓你在裡面跟你聯絡 聯絡在裡面怎麼樣 我也沒有 你也沒有 大家都沒有啦 就是那個賴清德 他們家比較有 我說了 坦白就是這樣 還有新北市政府 這些公務人員 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你現在去做這個行為會怎麼樣 我問你會怎麼樣嘛 對不對 所以今天這個事情其實我覺得那個報導 那個報導相關裡面是講說什麼 什麼副總統候選人也要守法國 你去話舌聽竹講這幹嘛 你就把整個情況全部都往政治的地方去 不是依法辦理就好了嗎 文言兄 我再請教你啊 你們家有廚房嗎 有 有沒有流理台 有啊 有嘛 房間有沒有櫃子 有啊 有嘛 我問你 你要量 丈量他的這個空間 你進去裡面會比較好量嗎 他主要是因為他的房屋 所以按照新北市政府的說法 按照室內實際居住坪數去 去丈量 然後去證守 那既然照按照室內的居住坪數 為什麼在外面量 沒有啦所以就是說今天 我剛剛有跟新北市政府確認 就是說這個是雙貨號記過去 然後是有人收的 按照公務員他到現場 當然就是說 他沒辦法進去房屋內的時候 他還是會做一個基本了解 包括剛剛范老師講說什麼 為什麼去量個鋼筋 因為他會登記水泥屋或專照屋 等等的房屋形態 他們順便把其他的基本資料 把它做一個確認 所以當然他們現場去做 就是說公務員到現場 他還是會把他們要的一些資料 他們先在可得知的資訊範圍之內先把他做 不 范圓我要打斷你 這個我還是要講一下 我帶過公部門 很簡單就是說 公務員他不會去做白跑一趟的事情 由於這麼遠 這是第一 第二 公務體系有非常多的管道可以去知道今天有沒有人 或去聯繫到 不是只有公文書 我剛剛講 他透過屋長 透過離庁 離庁 離庁去處理 第三 范圓剛剛講說他這個公務員那個SOP 我都想你說SOP 我只問一個 我們很多人 尤其都會區很多人有洋童是 那個洋台是這個往外擴對不對 對 有這種的人你有沒有收到地價稅是包括房屋稅 我包括這個 有喔 請問一下有哪一個稅圈機關進去你們 去去擬 沒有 來論為什麼你們新北市政府就一定要進去 這個就是作秀 而且是我覺得非常嚴重的政治作秀 而且新北市政府到底為什麼要發新聞稿罵人 如果就算退萬部他今天要到我家來丈量 然後我真的沒有約好我不在 然後新北市政府就會發一個新聞稿 來罵這位市民嗎 然後罵這個市民說你作為一個名嘴媒體人 怎麼可以不守法律可以這樣子搞嗎 這個是競選總部在做的事啊 你是誰 對 我是誰 賴清德才有這種待遇 是誰